好,各位好 今天来到传美国最大的澳来 中文翻译就是奥斯莱斯 奥特莱斯应该说是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纽约上周 如果从我们纽约City开车的话 来到这里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么就到这里了 这也是最多中国人或游客来这个地方了 因为它的品牌是最奇传的 也最大的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开车过来之后 停车场 所以今天还算好 今天是星期三 所以不是那么多人 找车位还算容易 如果是星期六新鲜过来的话 基本上找车位非常之难 要等人家走你才能够找到车位 这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牌 是一个小房子这样的 你就进完一个就到另外一个 就跟传统的商场是有不同 所以如果各位亲们你们要买什么我也可以兼职做做代购的 哈哈哈 其实美国人也蛮喜欢放假的时候一家到少到这些地方来 算是一个周末 周末啊 节假日的一个活动就来 逛逛这些买买东西这样 所以这个算是最大的一个船 比美国目前啊 也是最奇传的 那么究竟有多少品牌数量 我要上网查一下才能够知道 吃的啊 就是他在服务中心 也会有很多次的跟选择 那肯定就是对中国人来说就不像唐一街那么多选择啦 因为总来说中国人还是喜欢吃中国的东西嘛 好我们先看看比较奢侈品牌的一线品牌 这是Barberry的 因为这个其实很多在美国很多澳来 不是每一个澳来都会有那么多品牌 好像这个一线的品牌啦 就其他的澳来就不一定有 其实在传美国每个州都会有澳来 它基本上都会开在不是市中心的 它是开在一些市外的地方 因为这样它的场地也够大 停车也方便 因为一般来说你一去到的话 可能就去了半天 就逛商场这样 哎这个品牌也算是满售宽银的 好远处那个也是Cucci 好也是很多澳来没有的 可是这一家在上周最大的澳来就会有 基本上很多澳来都没有Cucci啊 这个一线品牌 而且它也会限购 很多时候呢不是你有钱它就卖给你 它会限制就是房子里有一些做代购啊 或搞到市场不好啊 它好像是每次可能就是你只能够卖三样东西 买了之后好像三天之内还不能够再买这样 好这个阳光底下有点反光 可能照的不太清楚 可是它里面呢 有时候它就不给你拍照的 所以我也不能够进去拍给各位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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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 这不太清楚了 我到这里也不远备了 谢谢我们讨厌 这个是第2的一个品牌 也是属于一线的 然后是它的 那么它的鞋是最出名的 特别是寒冷地区 那么买一对鞋又防水又保 这里还很瘦 中国那个信用卡 还有微信支付都可以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奥来 现在基本上针对中国人的行为是越来越多 有很多的品牌 它都会请一些会说中文的 应该也就是中国人吧 所以它这里也有很多的指示 各方面都是用中文 这是一个也是它的鞋子 就叫做踢不烂中文 我也蛮喜欢这个牌的鞋子 特别去爬山或者是露营 就蛮适合的一个品牌 这里的显示牌呢 还会有中文去给你寻找你要找的那个 双铺 所以它还是蛮注重中国人的 因为中国人的消费力大 好阳光又出来了 所以阳光一出来的话 天色 天的云彩就很漂亮 可是我们就感觉有点热了 不过还好今天 在这里就随数都可以见到中国人的声音 因为它有专门的车来到这里 也有很多旅游团也会来这里 好这个牌子就是贡献了很多中国人的 coach coach 不是 coach 它跟coach还是不同 同一个 可是它是比较平民的 也是中国人最多大一口就买这个牌子的 它有分男生 然后对面是 对面是男生 刚才那边是女生 有分开两个 那么如果你说 以按照中国人喜欢来说 那个刚才那个coach 还有这个mk 这个两个牌子的包包都蛮受中国人欢迎的 因为做代购的经常就是 代购这两个牌子 可是因为他们价格啊 那各方面还是还是比较中档 所以也比较适合 所以受宽营的原因之一吧 这很棒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些是 这些人的 很棒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些人的